评书快餐 列国故事演绎 第24回 秦穆公啊 还真不错 他帮着晋文公公子崇尔平定了内乱 怎么说呢 把吕省玉瑞这俩呀 推出斩首 就这么着 就把这俩给逮着就给宰了 同时呢 一面招呼二人同党 一面呢 讲这个消息 报回国内 就这么着 宫廷之乱 算是平息了 晋文公他再次感谢秦穆公了 他就准备回国 秦穆公呢 吸取了这一次的教训 派了三千多精兵作为护卫 护送晋文公 那么从此呢 晋文公的政权才逐渐的巩固下来 回到晋国国都之后呢 晋文公是越想越气 就想把两个人从党上赶尽杀绝 赵帅一听得也可不行 怎么回事呢 前两位君主啊 因为严刑峻法已经丧失尽了人心 主公呢 您以宽大为回 赦免其他人为上 晋文公一听得了 那就这么地儿吧 就宣布是大赦二人同党 但是二人同党很多呀 见了射文呢 这大伙心里没谱 心说这真的假的这是 当时是谣言四起 晋文公一听 你看这不麻烦了吗 我说他们 他们倒有说辞了 这怎么办呢 把这位晋公弄的呀 也是十分忧虑 心说这怎么办呢 正在晋文公愁着的时候 有人来报说头须要见 晋文公你听见 这可真是 找你不找 划了你不见 谁 哦 头须要见我 不见 怎么会不见呢 这里边有个岔头啊 您听过上文书您就知道了 因为我曾经说过呀 晋文公从渠国往秦国走的时候 这时候不是因为晋汇宫派刺客要宰他吗 他带领着人好逃难呢 刚走出来 有人就说头须跑了 而且这个人跑了的时候 把那点金银细软值钱的东西都给卷包毁了 现在晋文公一听 好家你 臭不要脸 你要见我 我才不见你呢 怎么回事 就因为当初那个事 你把我东西 你都给我偷了 至时我流亡的时候 连吃的都没有 是起食曹味啊 今天还好意思来见我 让他滚 这头须呢 就坚持要见 并且呢 说他呀 有始晋国安定的一个办法 一个策略 如果主公不见 他从此就逃走 这守门的人呢 就把这话呀 如实的传达给了晋文公 文公一听 那行你让他来吧 偷我点东西 其实吧 现在回想也不算什么 只是气人 哎呦 头须一见晋文公 首先是叩头谢罪啊 并且呢 他告诉晋文公 说吕玉二党势力强大 您如今虽然发布赦免令 但是两个人的同党呢 心存疑虑 就是这些人不相信 先前呢 我偷了您的财物 让您忍饥挨饿 啊 这是我的不对 全国人都知道 如果主公出游 让我给您驾车 哎 让全国的人都看到 都知道您是不念旧 便可以使二人同党事 确一律 哎 晋文公一听 你别说啊 这是个办法 而且这办法还不赖呢 晋文公心说 也就亏你呀 还能想出这主意来 我是实在没辙 就这样吧 于是呢 就照着执行 那可真是招摇过世 吕玉二党看完之后 私下里面过着 哎 知道不 这头须 这小万不仁奏啊 据说咱家千岁流亡在外的时候 他把那点值钱的东西都卷泡了 现在怎么着 咱家主公得势 他又回来了 哎呦 还跟主公同乘一车呢 驾车 就是说相当于给国军当司机 那你别看是司机啊 那级别不低啊 那待遇很优厚 身份很荣宠 你说他都能行 那咱们就 咱们别拘着了 一天连西北方都合不上 设咱咱也得信啊 而且瞅这样能是真的 他都能重用 何况是咱们的 干脆吧 就去吧 说一个个都投奔晋文宫去了 自此呢 谣言呢 也就平息了 晋国的发展呢 也才一步一步的走上了正轨 那么下一步呢 晋文宫要做的就是选先任能 诶 振兴百业 图墙为霸 但是呢 在这个过程之中 人才就显得非常重要 其实晋文宫身边啊 不缺人才 因为他在外流亡的时候 在他身边就围弄了很多 晋国安邦深有韬略的那些个贤相和良将 你比如说 有这么一个故事 就是想当初啊 晋文宫呢 从这个秦国往晋国返 这眼瞅着是光明已经看见曙光就在面前 这是复国了 马上就 可是呢 晋文宫啊 下了一刀令 怎么回事呢 说流亡之中所用的食俗用具 是一概扔掉 面孔黑黄手足起了老茧的人呢 跟得队伍后头 因为我要回国了 我是一国之君呢 这不好看 那个胡燕呢 他一看到这种情形 当即是大哭啊 马上把刚才秦军 送的一双白币送给了晋文宫呢 说 公子啊 我愿意留在秦国 我不跟您回去了 仲儿一听 哎 舅父你随我流亡多年 今日返国 您怎么不回去呢 令白你怎么哭了 这是喜极而泣是怎么着 胡燕一说 不是这个事 就是因为仲儿马上要回国当国君了 他下了一刀令 说把这一路之上流亡的时候 用的吹锯全都扔掉 并且呢 那些个手脚长了老茧的 面黄金兽的 长得不太顺利 看着不太好的 那些个人搁得最我最后头 因为我是国君马上要回国了 让老板星一看这回头头脸低头搭了假的 成什么样子呀 不行 这时候呢 胡燕说 那您既然这样 我就不回去了 您为什么呢 您想啊 咱们这一路之上 要没有这些破破烂烂的吹锯 您早就饿死了 要没有这些个您所谓的面黄金兽 满面风尘 或者说手也起了老茧了 尤其那戒子腿更惨 那腿肚腾缺块肉啊 曾经割肉淡过君 您这 您让这些人割后头 这些人都是有大功之人的 要没这些人 哪有你现在今天呢 所以您刚才一说这话 我一想 我也是这一堆里头的 与其在后头的 我想我还不如不回去 这秦国也不错 我呀 就在这待着得了 您问我为什么哭 我就为这个哭 况且呢 你想 为了你有复国这一天 我干了一堆伤天害理的事 连我自己回想起来我都恶心 何况是你呀 所以说我罪过也太多了 就这么着吧 咱就在这分手 你回去呢 当你的国君 我呢 在这儿 弄两亩地儿一众挺好 哎呦 进门宫一听是满面羞愧 先说这 哎呀 我怎么能说这么句话 他觉得自己做的确实不对 当时是深有回忆啊 他当即对着黄河河水发誓 说河神大人听真 我众儿如果日后不与旧父胡彦 同心一力是不得好报 是河神为证 其实呢 胡彦之所以说这么句话 并不是他真要留的秦国 他这是以这种方式来劝谏 进门宫 说你呀 不能以貌取人 何者说是以自己的好恶 自己的一个偏内 来决定什么事情 那玩意儿人有学问没学问 跟长相没关系 跟穿的好坏没关系 你看那驴粉球外边挺光丢 他里边全是大粪 所以说选才之道 是我一贤为德呀 就是说这个人得真正有用 你光长得漂亮 或者说会说两句 你爱听的话 那不行 所以呢 晋文宫 他不断的习取着别人的教训 听取着别人的意见 最终呢 才能完成自己的图霸之夜 那么在晋文宫继位不久呢 周朝天子周湘王的母兄弟 叫太淑黛 在宫中呢 声乱 联合了一些大臣 向敌国借兵 怎么着要谋仇篡位 夺取周湘王的王位 周湘王呢 一看自己势力也不行 根本大不了怎么办呢 跑吧 就带着几十个随从跑的正国去避乱去了 他呢 向各诸侯国都发出了秦王的命令 因为在这个东周时期呢 这个周天子 他是一个名义上的 全国的一个最高领袖 当然呢 他手下有这些诸侯国 其实这些人呢 也不听他的 名义上的 有这么一个秦王的职责 那么这个所谓秦王呢 就是国王一旦出现不测 哎 这些诸侯国你得来 你有这个义务 可是这个时候的周国 这个周天子 他就是一个名分名存实王 但是他把这令也发出去了 各诸侯国呢 有人派来慰问的 要送食物的 你说那都白扯人家 这王位都没了 你送吃的 他管什么用啊 但是就是没有一个敢发兵平乱的 这个时候就有人给周湘王出主意 说这个天子啊 现在在这个诸侯之中啊 你如果说想要帮您夺回王位 只有秦晋两国有力量打退敌人 其他小国是自顾不暇 他自己忙活自己的事都忙活不过来的 即使他来了 也难以起声 湘王一听 那干脆吧 咱们就派人吧 去请去吧 请谁呢 先请进门宫吧 让他来回仇护法 就这么着 他就派人去跟进门宫进行联络 那么由于进门宫呢 注意整顿内政发展生产 可以说在很短的时间之内 就把进国治理的是非常强盛 井井有条 并且呢 他前边有一位古圣先贤 就是齐桓公 齐桓公的胸怀大志 是称霸中原 他也想跟着人家学 那么这个时候呢 得到了征讨的命令 进门宫找这出还找不着呢 心说这正是个查口 是个机会啊 干脆我就借着这个事 我一视锋芒 哎 看看有多人听我的 就这么着 进门宫马上是发动人马兵入周筹 进行平乱 并且你说这玩意 要该着露脸成墙挡不住的事 他很快就把这个敌人给打败了 并且杀了太书代 护送周湘王回到京师 一时之间这就了不得了 怎么回事了 进门宫是声名大人 因为什么呀 人家都不敢出兵 你挑这个头 并且你还成功了 所以谁不敬仰啊 过了两年 楚国派大将程德臣 率领楚臣蔡政徐五国兵马 又攻打宋国 宋湘公这时候已经完了 他的儿子宋成功 他就跟着周天子学呗 反正 他也想我找谁去 找晋文公去吧 求救啊 干什么 打不过人家 因为楚国经常欺负弱小 并且这个楚国呀 他因为他这个帝势不太有力 他偏处异于 所以他想称霸呀 不太容易 所以这楚国是诸侯之中的这么一个 枭雄之类 他有问鼎中原之志 但是呢 他老也没成功 这次宋国求救 晋文公新说话 干脆吧 我碰碰这楚国吧 就这么着 他呢 也答应了 但是他也知道 这楚国目前也很强大 想要当成中原霸主 你就必须打败楚国 但是这里边有个难事 就是在当年自己逃到楚国的时候 楚王曾经一意相待 并且呢 对自己很好 最要命的是个什么事呢 就是当初俩人喝酒的时候 人楚王说了 说日后你要是真回到晋国当上国君 你以什么报答于我 因为我招待你了 你流亡的时候 你喝酒都喝不上流 那没人招待你 那我招待你了 你怎么办吧 自己呢 当初啊 给人家留下一个诺言 就是说日后交兵 自己退避三舍 这一舍呢 就是三十里地 事到如今你 完了 怎么回事 你送过来求救来了 自己跟楚国要反目 但是自己不占礼啊 所以晋文公啊 就有点犹豫 他就拿不定主意 这时候他手下的大臣胡焉就说了 说楚公啊 你是不是有这么个想法 晋文公说什么想法啊 他说你当初到楚国求救的时候 你曾经答应人家说退避三舍 但是现在呢 咱们得跟人家刀兵相见 这个 你是不是教的不好办呢 晋文公一听说对 就这么回事 这个 你给我出一主意 到底怎么办你说 胡焉说 这个楚国他刚刚与曹魏两国结交 而曹魏呢 都是你的仇人 咱们哪 这么着 咱们攻打楚国的蜀国 你说他能不出兵吗 哎 他要出兵 那时候咱们再跟他打 那个时候两军相对 继续了宋国之围 而且呢 咱们呢 这礼也不亏 晋文公一听来 你这是个好主意啊 那行 咱们就这么办吧 但是呢 咱们得扩充军队 建立三个军 这三个军可能跟现在的军队编制稍微差上那一点 因为当初没那么些人 但是呢 这人也不少 具体多人呢 那反正打仗的时候我也没去 我也不知道 反正他就带着不少人吧 就哗哗荡荡 就去攻打曹魏两国 那么到了公元前的632年 晋军呢 就打下了归附于楚国的两个小国 曹国和魏国 把两国国军都给逮着了 楚城王呢 本来并不想跟晋文公打仗 因为他也知道 晋文公这脑子不太好剃 就打也不太好打 但是呢 听到说晋国已经出兵了 这怎么办呢 我得说句话呀 他就立即派人下令啊 让承德臣退兵 可是承德臣呢 所谓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 他就认为这晋国迟早 就一早一晚都拿起来了 你说这打断道办托儿费 这不行 承德臣呢 他还有主意 他派了一个人通知晋军 说你们呢 这么着 把这魏曹两国的国军给放了 晋文公呢 他也会来 怎么回事 他暗地通知这两国国军 说答应啊 你们行 恢复军委 让你们继续当这国王 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呢 你们必须先跟楚国断交 这俩一听 行吧 还当国军呢 脑袋保住就不错 别说跟楚国断交 跟谁断交都行 就这么着 按照晋文公的意思 写了一封书信 说咱俩不好了 快拉倒吧 跟你们结交啊 竟吃挂闹了 怎么回事 这这这两年竟挨打 就这么着 就断绝了跟楚国的交往 承德臣呢 这玩意义 他整两边不是人 怎么回事 他本来想救这两个蜀国 而且呢 他不想从这个宋国城下退兵 但是还没等自己救 你没想到说 人家主动说 用现代话来讲 这哥们不跟你出了 承德臣呢 本来很生气 但是这位大将很有韬料 他一想不对 这个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为什么他们会写这么一封书信呢 后来有的手下人提醒他 说这是不是晋文公的威胁呢 承德臣一听对啊 肯定是晋文公在那里倒滚 这晋文公不够意思啊 想当初他落难之时 到我楚国 咱们曾经帮助过他呀 他现在怎么这样 是恩讲仇报 既然这样 咱也别讲交情 干脆跟他打吧 就这么着 承德臣下令 向晋军是全线进攻 要说这楚军可挺厉害呀 怎么回事 不是前文说 我说过一个曹贵论战吗 这玩意叫一鼓作气 在而睡三而解 那楚军憋着火呢 九宫送国不下 这股子血火全卸在晋军脑袋上 这就要打 晋文公一听不能跟他打 这时候要跟他打呢 咱们就完了 怎么办呢 这时候胡彦 就给晋文公出了主意 说戴王 您不是曾经答应楚军退避三舍吗 咱们退他三舍 避其锋芒 是再战不迟 晋文公下令是退避三舍呀 因为怎么回事 想当初啊 晋文公逃难逃到楚国的时候 楚城王对他是以礼相待 习间就问他了 说以后如果你回国当上国君 应当怎么样报答于我 晋文公就说如果到日后 时不得已 晋除两国交兵 如果说两军振钱 真就碰上了 那我愿退避三舍呀 这退避三舍呢 一舍是三十里 三舍就是九十里 正赶上公元前六百三十二年 进军攻打曹国卫国 成德臣呢 挂为楚国大元帅 跟晋文公两下是开兵建战 这个时候呢 胡燕呢就给晋文公出主意 说你当初不是许下楚城王 咱们如果对上阵的话 退避三舍嘛 咱们马上 现在呀他们锐气正盛 向咱们打来了 您正好下令退避三舍 既全了这个面子 咱们呢也算是暂避七封 就这么着呀 晋文公当即下令 马上退兵 已见当初在楚王面前立下的誓约 进兵啊 一直到了城埔 就是现在的山东真城的西南 才停下来排兵布阵 那么此时呢 楚将成德臣是马不停蹄啊 一步步的逼近了城埔 跟晋军呢 是摇摇相对 就这么瞅着 成德臣呢 还派人向晋文公下了战书 措辞呢是十分傲慢 晋文公呢 也派人回答 说贵国的恩惠啊 我们从来都没敢骂 你别跟我提那场 所以呢 我们才退到这儿 不是怕你 这你得明白 现在呢 咱们两下可都清了 既然你们不肯谅解 那么只好在战场之上是兵容相见 这成德臣呢 他有一毛病 这人一向是骄傲自大 不把进兵放在眼里 所以呢 刚刚开战不久 我储君呢 就中了晋军的埋伏 这叫轻敌之过呀 晋军中的精锐呢 这一下子就冲过来了 把成德臣的军队啊 是拦腰斩断 而此前呢 还假装退败的晋军 也回过头来 两下夹击啊 哎呦 这储君可倒了八倍五的血杯了 撒了个七零八落 哭爹叫宁啊 楚将成德臣呢 是打败了一场 他呀 这心里边也不得好受 因为出兵的时候 楚王曾经告诉他 说晋文宫这人呢 了不起 你别看不起人家 你得多加留审 千万注意 现在果不出人家楚成王所说 自己领兵杀来 失败了 你有什么脸 回去见楚成王 他越想啊 越窝囊 最后啊 在途中把宝剑撑出来捕 抹脖子自杀了 这一下子呀 算是以谢楚成王的后代之恩吧 晋国呢 打败了楚国的消息 这一下子就传到了周都洛义 周湘王和大臣呢 都认为 这晋文宫了不得 他立了大功了 秦王之功啊 过去没有这么句话吗 叫功高不如就驾 记狠莫过于绝粮啊 呵 这周湘王啊 了不得了 亲自到建土 建土是哪呢 就是现在的 河南原阳的西南 慰劳进军 晋文宫呢 趁此机会 在建土给天子造了一座新宫啊 而且呢 以天子之名约会各国诸侯前来附会 定立盟约 就这样呢 晋文宫因建土主盟 而当上了中原的盟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订阅 转发 打赏